我们看到这个案例蛮简单 先画一条线 再画一条竖线 这个就作为它的中心线用了 然后我们画个圆 直径为80 半径为40 然后再画一个圆 直径为50 半径25 再画一个小圆 半径为20 然后接下来 在这里绘制一条线 角度为7.5度 7.5度 角度7.5 再通过镜像命令 把它给往下镜像一条 完了之后再使用修剪 TR 修剪命令修剪 把这藏出来的地方剪掉 这里剪掉 这里剪掉 这个也可以不要 选状它 正列命令集中正列 正列多少个呢 我们那边是八个还是六个 八个对不对 八个 然后我们再使用一个 编辑来源 来编辑下这个来源 点确定 在这里使用圆弧 加一段圆弧 端点在这里 圆心在这里 加上这段圆弧 然后我们再保存 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绘制咱们这个 再来绘制这个 这个呢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这样子 上面画一个圆 直径为半径为五 对吧 我们可以这样画一个 半径为五一个圆 然后再把这个 半径为五这个圆呢 给它正列一下 当然这里还有一条斜线对不对 这条斜线可以现在就给它画上去 不画也没事 你现在就可以怎么样 AR正列 其中正列 这样正列下来 正列多少个呢 12个数一下 对不对 12个 得到它之后呢 再选中它 编辑来源 编辑它 点确定 在我们这边来编辑一下来源 比如说在这边把这个图画完 对吧 刚刚没画完 输入L TAN 从这里开始 角度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 随便先给一个长度 可以用 加一个小老鼠 给一个长度 我这边用一个负的长度吧 这个角度 如果不好计算的话 我们就给它一个负的长度往上面 往上面 这样 一个负的20 然后再给一个角度60 这样子 那就画下来了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呢 都出来了 对不对 这里给它来一个圆角 F R 半径为多少 半径为3 对吧 用它和它来圆角 这个圆角在我们这边呢 这个好像是圆不起来的 对不对 这个圆不起来 那我们也可以使用画原命令 C T 相切 相切 半径为3 对吧 那这样 然后我们再使用一个修剪 命令修剪一下 修剪 T 把这一段修剪掉 那这里可能 嗯 这样修剪一下 这里 这个也可能修剪一下 嗯 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里也是一样的 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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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比如说白色的这一段 就是我们想要的这一块 然后保存一下修改 可以看到我们的效果呢 就出来了 这个给它丢到虚线层里面 嗯 接下来再给它编 再给它标注一下 那么这个图形呢 就做完了 是吧 这里面就是用到了一个呃 编辑来源 在来源里面呢 做一个修改 是吧 整体呢 就比我们 在这个上面呢 打散了 编辑 就要科学的多了 过得到 亢 沙